这沿城区一栋老旧的两层楼透天明宅惊喘倒塌意外 当时一对母子在客厅听到轰然巨响 整个屋顶坍塌下来 他们受困了屋内来不及逃生 警消互报先后救出母子 不过母亲被救出时已经没了呼吸心策 来看我们最新的完整报道 反复发生倒塌 警消人员抵达干净展开搜救 把握救援环境时间 警消人员仔细搜索 出动破坏机具将倒塌的木材跟杂物一一搬离 因为屋内的富人不仅持续受困 还被杂物建材重压在地 刚好去那边弄水 刚进去可能他要关门锁门 可能太大力了就整个都垮下来 摸着要了赢儿子的打破窗户里来在求救 回向房屋楼垮当下 目击民众雨季犹存 事发了三号下午高雄延城区五福四路 移动两层楼高的建筑物 已是屋林老旧倒塌 由于意外来得太突然 无奈一对母子当时在客厅根本来不及逃生 瞬间受困 接下货报抵达立即抢救 目前44岁的儿子已经顺利脱困 没有生命危险 但随后将妈妈救出时 老夫人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因为它里面杂物堆满了整个房间 所以是被压在那个杂物里面 那我们就利用撑开器等等这些工具 就把它撑开一个空间 然后再把我们这个老夫人再把它救出来 目前富人松一后还在持续抢救当中 除不了解这栋房屋 屋林72年先前就倒塌过一次 这次又一次太过老旧才发生意外 至于详细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理清 只是突如其来的意外 老夫人来不及逃生 遭木材杂物重压 如今还在跟死神拔河 解天还是最远高雄藏播导